一场全球蔓延的疫情搅动了火热的留学市场 在海外疫情越发严峻的情况下 英美等留学大国的高校陆续关闭 中国留学生因缺少医疗、住宿等保障 开始大规模回国 而随着国内近期雅思、托福等多类语言考试的取消 也打乱了不少准留学生们的计划 成都大四学生解心境早在2019年7月 就开始为去英国留学而做准备 虽然目前他已经收到三个学校发来的录取通知 但受疫情影响 他的留学计划仍处于停滞状态 那边的学校也 就是他自己的流程也受到影响 就还挺磨蹭的 再加上因为整个疫情 所以雅思连这三个月都取消掉了 就没有办法去考试 然后我现在原成绩也没过 就挺着急的 解心境告诉记者 家人和身边的朋友都不太赞成他在现阶段出国 目前他除了继续等待外 只能将留学计划延期或取消 我已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明确是要就是gap一年 休学一年 说要等这个控制住了 明年再重新来 在那边就不太想让我今年出去 可是我觉得明年再来一次 再申请一次实在是太麻烦了 就想看是9月份 要是疫情能控制的话就去 疫情的冲击不仅体现在学生身上 也体现在留学中介机构上 4月9号 记者来到了位于四川成都青阳区的 一家知名出国服务机构 该机构总经理乌娟告诉记者 部分有出国计划的客户 现阶段持观望态度 而准备今年出国的学生的计划 也有相应调整 目前到电咨询的客流 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对于今年要出去的学生来讲的话呢 肯定家长们都会有着这样的一个担心 所以呢也在考虑说 改变自己的一些计划 再加上线下的这样的一个雨培 的业务暂时不能开展 所以也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业务的情况 这个应该是整个行业的一个 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 同时 吴娟表示 虽然有不少客户目前十分保守 但从整体来看 客户的留学需求 意愿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留学市场的刚需仍在 其实对于留学的一个选择 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这个疫情只是短暂的 那么家长只会在这个期间 可能去更多的去关注它 而不是说因为它爆发了疫情 就选择说 我未来不去这个国家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会给它 做更多元化的一个规划 比如说我们在提升语言 为基础的情况下 根据疫情的一个发展 或者根据学生留学 规划的一个发展 然后先让它考虑在国内 在国内就读我们的国际高中 然后国际高中完成之后呢 再到国外去就读本科 大概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更多元化的一个选择 对于以线下业务为主的 语言培训机构来说 虽然各大机构纷纷转型线上 但随着大量国际语言 能力测评的取消 线上课程功能性减弱 学生参赔时间的减少 等因素影响 与培机构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刘璐表示 短期内留学中介受到了 很大的影响 但学生的学习需求仍在 留学机构可通过压缩成本 延展服务等措施 应对短期困境 但若从长计议 留学机构面临的可能是 行业的转型及内部深度调整 疫情都处于一个 比较严重的情况 然后我们国家对疫情的防控 也会弹在话的话 对留学整个行业来做的话 肯定也会很大影响 这个就涉及到一些转型的问题了